就趁现在 建中跟舒凤是一对零存款 却勇敢生五胎的七年级夫妻 就跟银行借钱 用信用贷款的方式 然后慢慢款 建中吃苦耐劳 专门接水电行不愿承接的杂事 老婆则卸下女强人身份 专心当全职妈妈 我都说她赚得比我多 她月收入可能是破百那种 只是养育五个小孩实在不容易 但儿子的需求时常被忽略 大女儿才五岁 就得学习照顾三个妹妹 为什么你没有看好 你是负责看好她知道吗 没时间约会的夫妻俩 借着谁来晚餐真情告白 我觉得你对我们的爱 是全部的爱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不要担心我会不开心 或者是让我太累 周五晚上九点 就在公式频道谁来晚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